市场上 从珠宝跨竹到手表领域的例子 其实不少 但要我说最厉害的 应该就是宝格丽了 过去几年来 宝格丽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 除了在超宝表领域工程掠地 低着好几个世界纪录外 其实在复杂功能这一块 也是他们很努力经营的重点 日前宝格丽在台湾举办一场 顶级复杂功能万表鉴赏会 一共38支作品 陀飞轮 山问 甚至是大致名都出现了 复杂又华丽的组合 宣示着宝格丽的强大制表实力 那当然以宝格丽 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珠宝品牌 那对于这种复杂功能的手表 大家其实并不是那么熟知 这是为什么在这一两年 特别是从去年开始 我们开始做比较深入 不一样的一些记者会 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我们在这次的活动 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我们去年 那由于获得非常大的回响 然后所以这一次国外很特别的 给了我们一些很特别的手表 譬如有全世界只有8支的手表 它的8号就在现场 然后甚至在今天 我们最重要的Skeleton 投别用这个1号 通常1号 那个我们都是拿不到 国外都是自己留着的 那我想这次应该是说 总部对于台湾市场的一个重视 然后以及台湾的消费主席 他们认为他们在高复杂功能的 这个部分更sophisticated 比起其他的市场 是更趋于成熟的一个市场 展出最特别的意思是一个satois的一个古币 那基本上已经是私人收藏 然后它里面其实是一个驼飞轮 然后上面上有的是红宝石 那已经是私人收购 但是目前有waiting list 是因为上面这个古币 本身就是个古董 要找到一个古币呢 基本上要花三到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可能才可以找到一个 可能合适能够做这一个键的 应该是今年的例子 去年其实这个客人 我们就见过他 然后他手上其实戴的是 那个Bella Philly的问表 那我们想说哇 Bella Philly的问表 然后我们这一次发表的 那个这个问表当中呢 我其实只是想让他听听声音 我并没有太积极的去介绍 但是我是说 因为问表一定是听声音 听了三次的声音 前后二十分钟 他说我要那只手表 因为声音非常好 他说你们的声音的quality 很让我惊艳 所以在二十分钟之内 他就决定要买 那也像刚刚其实 他们有提到过说 其实宝格丽是表界很难得 做到二锤三锤四锤 通通都有的品牌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个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搭车的搭车的搭车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搭车的搭车 和车的搭车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搭车的搭车 所以这些搭车是非常有趣的搭车 但是我们发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搭车 这个搭车的搭车 这支搭车的搭车